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带您看到是俄乌战场的杀戮九月正式启动 你现在看到的画面是俄罗斯发动开战三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飞弹攻击 俄军集中火力攻击一所乌克兰军校 至少已经造成了51个人死亡 270多个人轻重伤 刚刚完训的战场兼兵可能遭到团灭了 而最新消息传出俄罗斯这一次的猛烈攻击 可能会让美国加速同意提供乌克兰AGM-158 这一款逆踪杀手我们说过 它是可以打到俄罗斯本土境内300公里 直接威胁30座的空军基地的 因此专家就极度担心普丁出众手的这一波血清杀戮 会不会进一步触发核战 马老师会走到那一步吗 已经逼近那一步了 核战已经破绽媒节了 我真的很奇怪各位观众 俄罗斯已经发射了数枚太空核弹 就是核弹卫星已经发到太空上面 太空核弹 我们现在已经俄罗斯有数枚太空核弹 在低空轨道上绕行了 这么严重的事情 没有什么关系 台湾没有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国家紧张到万分 谁 美国 美国现在已经全面启动核战的准备 他看到现在已有太空核弹在我们头上绕了 好 各位观众你听我讲这件事情 现在俄乌战争已经到了绝命关头 普丁下令 9月30号以前 库斯科的乌克兰要赶走 但他赶不走 赶不走 他现在怎么办 他就狂轰猛炸乌克兰本土 我打得你 非测不可 我看我每天去搞 好 这昨天各位看 俄罗斯空袭 基普旁边的一个城市 是 你晓得吗 目前已知 死了超过50人 受伤超过250人 太惨烈了 导播来看这张照片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乌军 他们在训练所前面 是 欢乐 哇 举手欢乐的照片 看到没有 现在这一群人 有几个人还活着 因为在昨天的轰炸中 各位看 他们训练所变这个样子 训练所变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这些学员 全部是训练所里面的学员 还欢乐的围造 好 普丁用这么凶狠残暴的手段 去打乌克兰的平民 包括医院 学校都没放过 就是要逼乌克兰 你给我从库斯科撤军 我就不这样做了 惹起了世界西方国家的 非常生气跟愤怒 因此 美国正式宣布 我要提供你 JSSM 叫飞弹 我决定提供你了 好 各位观众 我讲的最简单 什么叫JSSM 除了核弹之外 它是世界上 传统炸弹里面最厉害的 传统炸弹最厉害的 它会松绑让乌克兰去打吗 好 好 现在问题在这里 我送你 但是一定有限制你 你不能够用这个飞弹 去打俄罗斯本土 因为俄罗斯已经正式发出声明了 对 如果你给它的飞弹 有一枚攻击到俄罗斯 后果非常非常非常严重 你讲了三个非常 好 我等会再给你讲 那这个飞弹 它主要是空射 空打地的 对 那空射 空射现在乌克兰拿的飞弹 有一个问题 是 它的飞机要怎么link这个飞弹 是 它都是二系的 对 它都是米格 苏凯 你这个系统要全面更改 你才能link这个飞弹 才能发射 这是第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 美国不让你打 但是你以为乌克兰都会听话吗 它会不会悄悄打 它这个一敲敲打的话 那就麻烦 它可以攻击俄罗斯所有的目标 包括一个最重要目标 克林姆林宫 所以这一枚是打得到红场的 现在为什么我刚讲 恐怖恐怖恐怖 世界核弹破在眉睫 两个迹象 各位看这个 这个真的是太恐怖了 这个是路透社 独家取得的卫星画面 这里老师帮我们画了五个红圈圈 什么意思 好 居然这是海燕 群翼飞弹的基地 海燕 海燕要服役了 我告诉你 各位观众 我一定要跟你讲 海燕有多严重 这是海燕的发射平台 是 九个发射平台 每三个一组 三个一组 都用很厚很厚的围主体 把它围起来 一方面让你不能攻击它 一方面它万一自爆 海燕会自爆的 一自爆毁三枚 另外六枚还活着 那红圈圈是什么 核弹头储存厂 天哪 海燕在这里 核弹头储存厂在这里 好 各位你知道海燕是全世界 天下最无敌的群翼飞弹 它哪里无敌呢 因为它用核 它是核动力 是 它的 它不是燃料 对 它就是个小型核电厂 是它的引擎 飞行的核电厂 它的引擎就是核电厂 是 它用核能发电的 飞弹一打出去 它飞不累的 它飞不累 它核能在 是它的燃料 是 它飞不累 对 第一个飞不累 第二它爱怎么飞就怎么飞 没有什么低空高空 它可以全部 全低空飞 一三个 它可以慢慢绕世界 不打下去 所以谁还在跟你什么 一万公里射程 两万公里射程 它可以一直飞 还没完 注意这五个是核弹投基地 对不对 它可以同时发射十二枚核弹 除了十二枚核弹打出去 你说我把它打掉 它本身就是一个核弹 那不是像毁灭吗 因为它是核动力 对 而且它一起飞 它有结果在污染 因为它不像我们一样 那个核电厂还有成成保护 是 它核动力是它燃料 它就开始一路出去就一路飞 它本身就没核弹 你把它打下来 它整个都是核弹爆炸 好 海燕在2016年开始研发 你知道 俄罗斯四次射了十三次 是 失败十一次 对 成功两次 对 失败十一次 一次是一起飞就爆炸 把五个核心的科学家 全部炸死了 是 一次掉到白海里面 掉到白海里面以后 一年后发觉 那个引擎还在放福 真的是可怕 真的是可怕 所以现在居然 注意这张照片 海燕居然成的一个基地 就在莫斯科以北 495公里的地方 是 好 各位 最严重的是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听得天下大乱 这是美国国防部 助理部长 他到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去做听证会的 做证的时候 他说出什么 听证会问他说 众议员问他说 究竟会不会发生核战 他居然 今天动力讲一个消息 他说 俄罗斯已经发射太空核弹 树枚到太空中去了 太空核弹 这是第一次被证实 被证实 他说 美国已经正式向俄罗斯 送出正式的谴责 是 如果各位知道 太空核弹怎么样 他在上面一爆炸 所有的低轨道卫星 对 全部都下掉 都下掉 因为他会有电磁脉冲 是 棒一冲 对不起 低轨道完全全部大 那个俄罗斯人员最恨的 就是马斯克的星链 星链就是低轨道的 因为乌克兰战争 对 就是靠 马斯克的星链在上面 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他上了几枚上去 如果他一爆炸 对不起 第一个 包括台湾都会受影响 是 所有通信 电力 这些通通都要受到影响 那这世界就毁一半了 毁一半 海燕的基地图出来了 美国居然在国会证实 俄罗斯已经有卫星核弹 树枚飞到太空了 这已经是全世界大事 现在你把普京逼急了 我在太空核弹 一引爆 全世界都受影响 我问你 所以你刚提到了四个字叫做绝命关头 容不下一丝的误判 已经被推到了核战的边缘 美国有什么方法让普丁不会误判呢 我告诉各位 美国核弹三体 浅射 陆射跟空射 那空射最厉害的 是美国天下无敌的B2 幽灵隐形重型轰大机 这个B2 各位看 12架B2 联合大象起飞 飞给普丁看 这个太震撼了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震撼 我问你 考你一下 美国有多少 现在有多少架B2 不知道 20架 20架而已 你听我讲 7架在维修 1架降落的时候损坏 所以8架是不能动的 12架是目前它所有最大的战力 说哈在这里给你看了 而且我问你 再考你一个 是 B2成绩以来 最多几架同时起飞 几架 8架 这是12架 破纪录的多 而且12架 一起同时出动起飞 是 就告诉俄罗斯 我这12架 你知道可以带多少枚核弹吗 每一架可以带几枚 可以带16枚 12架可以带196枚 196枚 它同时发射出去的时候 它可以2亿3千万吨 那简直可以世界毁灭了 所以今天美国在这个关头 把12架B2统统飞起来 就是给你看 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各位 美国跑去修改核弹运送投资规定 这有什么差吗 因为它本来这个规定里面规定 核弹不能轻易运送的 会出事情的 会出事的 只有重型轰炸机才能带核弹 对 它修改以后 修改什么 说C17运输机也可以带核弹 这是运输机 运输机 那怎么改呢 因为它不可能把B2啊这些给欧洲各国 没错 欧洲各国有C17啊 是 那可以丢核弹了 对 丢战术性核弹 B611 这是小型战术性核弹 让欧洲各国都有丢核弹能力 对 B611核弹 欧洲有没有 有 有 已经运出了 对 所以它这个运输机可以丢核弹 其实美军 你看运输计划 早就有运输计划 运输计划是个什么计划 就是让运输机可以丢炸弹 好 好 各位看 运输计划 现在西腰三洞 第一次西腰三洞 我们也有 我们也有啊 第一次看到丢 丢炸弹下去 这托盘 西腰三洞丢下 第一次这在哪里 这在挪威 是 为什么选择挪威外 挪威不就是 悬在俄罗斯的一根刺吗 就是让欧洲各国学习这个 是 他们现在应该训练 波兰已经会了 对 现在波兰已经会用西腰三洞 去丢炸弹 对 所以现在美国就告诉俄罗斯 我不只是B2 这种重型轰炸弹 所以这有12架 是 我到处都有各式各样的运输机 最后一件事我跟你讲 美军现在居然 重新编列预算 各位看 它所有的核武基地跟核武碉堡 全部 用灰狼直升机去保卫 就说我打核弹的时候 你万一先摧毁我 或者你派地面部队 我先回来 所以美国现在已经做了 万全的准备 全世界各国还在 懵懵懵懵懵中 我们头顶上 已经有太空核弹在盘旋了 你觉得它什么时候会爆炸 美股被写洗 台股今天也跌千点 到底在跌什么 观众朋友 几乎一整个月前的现在 也几乎是一样的理由 对于美股经济前景的忧虑 怎么又来了 今天开盘 我们台股只有开盘一分钟 下跌立即杀了上千点 当然尾盘拉拉拉 可是我们还是 最后的收盘还是跌了999点 这个数字很特别 因为开盘是一个888的数字 是谁 是台积电 我们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最主要 真的跌的就是它 所以尾盘最后只有收到889 可是在这里面 我们大家担心 台积电到底情况如何 我跟你讲 我们真正来抓凶手 我们要去证明 台湾根本无关我们的事情 阵阳在哪里 观众朋友你看一下 其实是美国的制造业 观众朋友你看 目前为止 在PMI 也就是美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现在居然让大家嗅到一种味道 也就是 你在最新公布的是47.9 居然连续两个月衰退 跌在融户线50以下 所以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大家担心 哇 美国人你要衰退了 美国经济要崩下 那在这个情况是不是真的是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恐慌指数就带动了 恐慌指数创到30%以上 目前为止更恐怖的是 废半 我们台股最重要是 废成半导体 废半 居然一跌 跌了将近8%左右 我说实在 那是疫情2020年以来 从来没有这样子 这么大的篇幅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要赶快看 问题在哪里 我跟你讲观众朋友 是九月魔咒 来 君相你看 目前为止 这是近百年的统计 不是我来说的 你看1928年 距离现在 你可以看到 只有九月份 要弄那一支 那一支 至少1.2%以上 你看 历年来 通通都是有九月魔咒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用担心 而且我跟你讲 君相 你知道压垮这一根 最后的稻草是谁 是一根香肠 是一根香肠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 我跟你讲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最爱花钱 最爱消费的 叫做美国人 美国人无肉不翻 在他的晚餐 你一定要吃到牛肉 牛排 结果你在大口吃了 说最近发现 在达拉斯 最新的一个 联绝会来银行 发出来的报告 居然美国人 晚餐不敢吃牛肉 他要吃什么 只是改吃香肠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这个情况 经济的衰退 已经都嗅到了氛围 还有另外一个 更专 更关键的指标 是什么 是这家公司 Intel 美国投资人 想说怎么会养出 这样的一只猪队友 没错 你看Intel 我跟你讲 Intel 他是半导体的巨人 直到现在 大家都不敢忽视他 可是 这是美国制造的代表 对不对 君想你可以看到 他今年 他的股价跌了将近六成 有史以来最惨 一年之内 他的营收 破到不能再破 惨到不能再坏 原因是什么 其实最重要是 他的策略完全错误 为什么呢 他的策略居然 AI该跟上 你没有跟上AI 结果你偏偏进来 跟这个耗面子 来跟这个台积电 要来抢金元代工 最后的一个结果 就是你必须要断尾求生 在今年以来 他的营收 凄惨到不行 现在等我们台积电 已经去欧洲设厂了 他现在你知道 这个Intel 现在反而反过头来 他开始砍掉 他所有资本支出 就像你知道 他原本的资本支出 打算一年真的要多少 将近一兆台币 结果你知道 在近期他发现 他营收各方面 通通都不行了 赶快怎么办 赶快撤手 也不敢扩厂扩建 所以你就知道 他目前为止的 气数快要将近了 那我就问你 有一个地方 短冰箱界就是德国 台积电德国厂 才刚刚签约 对吧 结果他现在 Intel传出 我德国厂 我要stop 我要按下暂停键 所以我们大家就说 百人的失败 就是我的快乐 今天如果Intel 他决定在 晶圆的制造 代工的这一块 撤手的话 他非得发单 给台积电不可 会不会反而是 台积电的大力多呢 没错 你披了一辈子的面子 结果你输掉的 完全是理直 就像你刚刚讲的 这百人失败 就是我的快乐 你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尬了半天 结果你最后 你不得不把你的 晶圆代工 交给台积电来做 这情何以堪 那台积电 目前为止掌握的商机 你知道全世界 目前预估 这个是全球 难道半导体衰退 所以造成这个 Intel这样 不是 是Intel自己敢 被他自己 全球竞争力大崩溃 所以在这里面 目前为止 全球的商机 是台积电研发副总讲的 至少 这个2030年之前 有可能来到了 一兆美元 我跟你讲 你几%通通够吃了 更何况 这个台积电 还占了在 目前先进制程 将近六成以上 你可以看到 他们都做些什么呢 俊翔 就是在做AI 而且现在 不是AI伺服器 是AI机器人 观众面 你这一定要看 未来这都是你的 八地八地 目前为止 像是这个美国 他刚刚推出一个 非常夯的 这非常有名叫 AI保全 你看那个胖胖的 有没有 你看他画面 非常的可爱 这胖胖的 你不要看他 他一身有 272公斤 目前一台 要价价要30万 你觉得好像 故意什么 没有 我跟你讲 他在目前为止 上工四个月 在整个全美国犯罪案件 居然减少了一半 减少了一半 连保全都可以是AI AI后面 就是满满的台积电 是 全部都是台积电 所以管理 为什么我们告诉你 台股你不用环乐 这个经常去 操台积电就对了 在那里面 目前为止 不止这个AI保全 你知道目前为止 据说调酒师 很多人觉得 我们去一些娱乐场所 那个调酒师 他的那个艺术氛围 完美的比例 我跟你讲 现在人型的调酒师 机器人全都出来了 1比1 真人完全没用 现在这个人型的调酒师 机器人非常有名 他叫做亚当 好 这个亚当 目前为止在全世界 诈骗了所有的调酒师 我跟你讲 上千种你 喊得出来的名号的调酒 他立刻可以在30秒之内 完全帮你调出来 味道不会跑掉吗 完全不会 不要完全学习人的AI 而且俊强你知道 现在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赶快去紧急证招 173公分的人 你要去留意 你的后期会来了 因为他要开始调教 他的所谓的特斯拉的机器人 这个实心非常汁 一个小时有1600块台币 我跟你讲 连我都很想去 但是你要注意 他到时候全是要戴VR眼镜 而且很重装备 一天要走7个小时 现在他就专门在调教 所有的机器人 以后你跟我真人一模一样 而且在这里面 已经进入生产线 因为我们调教这些机器人 就是为了要进入生产线 现在你能做特斯拉的 那个手备跟各方面 我跟你讲 BMW已经出来了 他的手备机器人 目前位置叫做 Ligger 2 也就是这个人 这个 他的人型机器人 他可以直接在现场上线 你可以看到 当你这个汽车正在做 他有很多板筋 薄到不行 一下子就会折损 他的手指头 灵活到可以操作 我怀疑 这些人型机器人 有一天 他真的去上线 来帮你组装iPhone 你都不知道 原来不是真人弄的 满满的AI 满满的台积电元素 所以 是 真问我最后问你 就是说 我们刚从Intel 撤手晶圆 代工的这一块 是 那空出来的市场 真的会让台积电 赢者全拿吗 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家 虎视丹丹 一直急着追赶 台积电的三星 会不会顺势 也把三星 又给养肥养大了 今天这张表格可以看出什么呢 是 很多人都觉得 哇 三星退 那个Intel退出 不就是三星大好机会 错 台积电才是真正的重点 为什么我们这样讲 我们就数据论数据 那个 君向你可以看到 我们从2022年的Q1 一直到现在 我们在台积电 全球的市场 这是全球市场 一直到现在 我们是2024年的Q2 你可以看到 观众朋友 我们从53.6% 全球的市场率 直到现在 我们是62.3% 我跟你讲 全世界几乎都是台湾 台积电在独揽 可是我们来看 三星 三星你何在 你在哪里呢 从那时候 大概只有16%多 一路降到现在 只有11% 而且他现在 居然 这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怎么说 他不仅要拼你的先进制程 他要拼你的先进封装 他已经开始对外量化了 2030年 他拼过台积电 我跟你讲 大家要看 你可以看看 现在全球的封装 COAS现在正在展览 半岛地展 目前为止台积电 有46.2% 三星多少 43.4.3% 我的天啊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积电 你说来尬过台积电 我觉得你做梦比较快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 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俊相 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哇 真 像 咱们咱们咱们 咱们咱们